現在俄烏之間要和談停戰 可以說是難上加難 原本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烏克蘭跟俄羅斯 他們才在土耳其會談 當時還提到說 澤倫斯基跟普丁 其實有機會來進行會面 但是如今卻爆發 所謂的布查慘案 也就是俄軍去屠殺布查小鎮 所以現在烏克蘭的民眾 對整個俄羅斯的怒火沸騰 就連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他都說 如果俄羅斯你不為 布查慘案來負責的話 就不可能來談判 澤倫斯基甚至還表示 要效法以色列全民皆兵 為在基辅教區的布查 慘遭俄軍攜洗烏克蘭 奪回布查後 發現布查街頭 近到處是平民遺體 斷藏鋼般的景象震驚全球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親訪布查 要俄羅斯得承擔責任 越多俄羅斯聯盟 遭遇到聚會 越來越是他們 和這個戰爭 不過一週前 在土耳其 伊斯坦堡的俄烏第五輪談判 兩國官員才談到 澤倫斯基和普丁有機會進行會面 不過如今 澤倫斯基要莫斯科當局 為布查慘案負責 否則不可能談判 二軍對烏克蘭平民的暴行引發紅糞 烏克蘭政府談判時更不可能讓步 尤其現在烏克蘭人對俄羅斯的痛恨已達情緒沸騰 而要與俄羅斯核談 烏克蘭的讓步條件恐怕就是承認俄羅斯2014年佔領的克里米亞屬於俄國 但澤倫斯基如今說不會把克里米亞土地讓給俄羅斯 烏克蘭和俄羅斯要和談失去基礎 尤其俄羅斯軍隊仍決心占領烏克蘭東部更多土地 烏克蘭雖想恢復正常生活 但不願失去領土和主權 澤倫斯基雖已展現帶領烏克蘭的決心和激勵士氣的超強意志 但要用談判促成停戰 目前仍是挑戰 董事新聞 江一星零可以報導 最近金融股價狂飆 連兆豐金的股價都超過了40元 所以現在很多股民都問這還能買嗎 核庫金甚至還一度超車中信金 董事長今天被問到股價 他就說股價越高責任就越大 而今天我們也獨家訪問到這位 他被稱為是不敗教主的陳崇明 每年光是金融股息就超過了200萬元 他也曝光了三個宣股新法 股市熱鬧開場 渣打銀行在新北拓點 第一個據點就選在新店落腳 因為新店是新北市第三大 其實家庭收入最高的一個區域 下一個階段應該會是在台北市 或者是新北市有發展區域來去做投資這樣 同一天核庫董事長出席自家信託2.0活動 被問到近日股價一度超車中信金 董事長雷仲達說股價他不在乎 最重要的是體質 股價越高責任越重 不能讓投資人失望 也說金融股大漲對銀行的確有利 美國聯準會升息的時候 金融股宛如搭上升息列車 指數更是自1990年之後 創下32年來新高紀錄 近期金融股表現強勢 但逢高還是遇到不少投資人變現的賣壓 第一金 華南金 河谷金 中廠都下跌超過2% 兆豐金 中信金利手盤上 很多股民問還能追嗎 被稱為不敗教主的存股達人 陳崇明也曝光他的選股新法 第一季的財報快出來了 所以說你要看一下 今年能不能叫去年成長 一片是成長 本利比 本利比我還是不希望太高 20倍以上金融股對我來講太高 殖利率我們還是希望說 你要有5%左右 那4%以下我個人覺得太低 陳崇明每年光是金融股股息 就突破200萬元 再用股息轉投資其他類股 他就點出金融股有三大觀察指標 公司的成長性本益比以及殖利率 本益比偏高 殖利率又偏低 那可能投資的你賣掉零股利是賣掉比零股利還要划算 通常配得不錯的公司 通常在除全息之前都還有一波走勢 若是跟著外資狂敲了金基姆 可能也有看頭 今年外資買超前四大 中信金 玉山金 兆豐金 台新金 股價都很強勢 雖然博斷高 但專家建議長線看 報勞不會吃虧 董事坦新聞 劉子坦林浩宇 台北報導 Intel執行長季辛格 他在去年12月中旋風訪台 不到5個月 現在又傳出他要2度訪台 而且就在7號抵達 這一次的行程堪稱是保密到家 而這一次的任務 除了同樣要跟台積電的高層交流 希望能夠爭取更多先進製程產能之外 也傳出PCB廠新星 也在這一次的敗會名單當中 但是三家公司都不願意證實 距離上次還不到5個月 Intel執行長基辛格要2度訪台 傳出就在7號正式抵達 但Intel不回應也依舊不改低調 行程保密到家 不過根據掌握基辛格來台之後 第一行程就是和台積電高層 進行第二次直接交流 除了爭取6奈米 5奈米的先進製程產能 也會討論2奈米甚至是成熟製程的全方位合作可能性 它在做超級部署 因為2025年預估台積電的2奈米就會試營運了 Intel必須在這個時候建立一個戰略點的合作 不能再讓AMD或者NVIDIA侵蝕它的這個領域 積極固裝 固產能晶圓代工敲定了 下游封裝也得跟上 傳出星星電子這回也在 紀辛格訪台拜會名單當中 因為星星是目前台長中高階ABF再版產能最大的廠商 而Intel積極衝刺先進封裝需求量很大 自然能希望星星能提高供應量 晶片要一直整合先進封裝 對ABF再版面積需求可以說是倍數成長 要把邏輯IC 把這個記憶體IC 還有其他的MCO把它掛在一起 這樣的一個高階軟板 目前為止星星是有這個能力提供的 彈驗生產然後直接放到載板 直接遇到美國 然後組裝 針對它在6奈米 3奈米跟2奈米的部分 是不是把這個規格交給星星 雖然台積電星星都不回應 不過紀辛格出任Intel執行長一年多 就旋風訪台兩次 台灣供應鏈的支持 對Intel來說有多重要 不言而喻 東森財經新聞 可黃明葉子晶 台北報導 東森財經新聞 可黃明葉子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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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